氣燃費現在隨著 現在電動車越來越多 用水友收這個部分 可能很多會收不到 交通部一直拿各種借口來搪塞 說沒有辦法做 那到現在為止有機會改 交通部還是不改 那真的是把民眾增效耶 就算未來10年20年 還是一樣會加油 還是一樣有不公不義啊 民眾都不能接受耶 長期來大家都認為 是一個不公不義的這個氣燃費 那當時我們就希望說 第一個應該要證明 這個是道路養護的使用費 而不是汽車燃料費 第二個就是說呢 應該要這個水油徵收 而不是現行的水車徵收 那前部長林佳龍呢 他在101年擔任立委的時候 也提案要求要水油徵收 那甚至他在擔任部長的時候 我們也要求他應該要落實 那到現在的王部長呢 請問一下對於這個 公路法27條的修法 到底現在態度是怎麼樣 既然會現在隨著 就是說隨著現在電動車越來越多 他的這個定義 比如說用水油徵收這個部分 可能很多會收不到 的確在英語所過去 有做這樣的研究 但是隨著現在能源轉型 這個油越用越少 變車電用越多 我想說在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沒辦法有一個定案說 讓我們有一個充分的理由 變成這個水油徵收 目前在這樣 這個交通部 我一直拿各種藉口來搪塞說沒有辦法做 電動車有另外的收費方式可以去處理 這些都不是理由 目前我們這個不公不義的隨車徵收 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也是長期以來民眾認為說最應該改革的一個稅制 那到現在為止有機會改 今天也提出這個修法了 交通部還是不改 那真的是把民眾成效也把我們裝效也 那問題就是說這個不公不義的法令 到底什麼時候能夠改 如果我們上任 沒有辦法把這個不公不義的事情糾正過來 那跟之前有什麼不一樣 那交通部到底現在還有什麼理由 現在也沒有說是民眾的期待啦 就是說隨著這個能源轉型 第一個我剛剛已經說過了嘛 你這個水油現在已經沒有油了 到後面都沒有油了 那後面到底是什麼時候會沒有油啊 現在電動車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又是什麼時候 還要預計多久啊 現在是2023年 也就是說你告訴我說沒有油 以後都沒有這個柴油車汽油車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會發生 我跟各位報道2030 就是我們的公務車跟我們的公車 全部都電動化了 在在未來十年內 204年 你已經買不到這個燃油車了 所以我想說也不是說這個呼籠委員 就是說在過去的確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後來發覺用路不用油這件事情 會越來越這個 所以現在你的意思是說 所以就這樣就不用改了嘛 這個不公不義再拖個一年兩年 還是一樣不公不義 就算未來10年20年 還是一樣會加油 還是一樣有不公不義啊 就存在著繼續存在著10幾年20年 民眾都不能接受耶 勤勤勤勤 儘管